三月份播种的央苗长大了 三崎美镜的彩绘稻田已经明显可见 微风吹来倒碎看起来都好像在跳舞 骑自行车漫游在三崎美镜道路上 心情舒爽 为了要推广三崎的美景 东山相公所五月份推出六场自行车轻旅行活动 邀请大家来欣赏东山的自然美景 我们在这五月份有一个系列 就是在有自行车的一个系列 从13、14、21、23跟28、29 我们的自行车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活动也开始 那六月份我们有道浪音乐会 我们有热气球 七月份我们有风筝节 在这样的整个系列活动里面 我们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一起来东山体验大自然 活动日期定在5月14、5月15、5月21、5月22、5月28 以及5月29共六场次 每场开放45人参加 路程从东山车站出发 会先骑到三崎美镜欣赏道浪 再到仁山苗圃践行赏铜花 再前往东山旧河道 搭电动小船游和 每人可以599元的优惠价玩东山 你们都第一次来吗 这边吗 这边第一次 宜蘭来很多次 宜蘭来很多次 这边第一次来 觉得这边风景怎么样 很放松 很放松 台北已经没有这样的风景 没有 台北还在下雨 而且宜蘭人很热情 好客 对 很亲切 非常欢迎我们国管市 我们所有的这些青年朋友 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中间 我们也不能担在很多人 去聚会是在这个华东 所以我们大家走出这个大自然 走出这个大空间 来唯一可以来选择 好山好水好环境 到东山清静自然 来一趟自行车低碳轻旅行 活动已经在伊贝特网站 开放报名额满为止 宜蘭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